边路镜头谁为风 一见一安倒成空 KPL官宣第七周最佳阵容 一安终于自证自己就是S级边路 一安就是正儿八经的S组边路 对靠路 我看谁还敢再说其他的东西 梦泪新瓜曝光 难不成他受到刺痛退役的影响 也开始策划退役之战了吗 就在7月31日 KPL官宣第七周最佳阵容 一安跟忠义都上了榜 AG终于有了真正的上野捷报组合 而一安从队伍短板到现在变成队内大腿 这过程承受的实在太多 不过不得不说一安如果没成长起来 AG这赛季都可能掉B组 因为他们的战术安排全改了 如今是猫神带着忠野带节奏 下路就是直接放养 对此朱亨也是说出大实话 现在的一安就是正儿八经的S组边路 能从低谷站上巅峰的人真不多 我觉得这场打完 一安就是正儿八经的S组边路 对抗路 我看谁还敢再说其他的东西 我印象中特别明显的还是说 他上一场的那个拜方采访 就是他 你很少能见到选手在拜方采访 依然非常自信 就我觉得这个是他整个的 因为队伍的状态很好 队伍也一直在赢比赛 所以感觉到整个队伍 他自己的一个状态也很好 虽然说我们输了 但是我们对后面的比赛 依然充满希望 今天有靠自己的表现 证明了自己 我们上一场还在说 就是有很多选手 是从低谷里面爬出来的 一安也是其中的 一安也是 是的 真的是我觉得选手能受到质疑 他并不可怕 我觉得只要你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在下一次 等待赛场的机会的时候 通过实力再去证明自己打回来 那么迎接你的也会是夸赞 然后就是孟磊新刮曝光 他好像受到刺痛退役影响 计划自己也上场打比赛 但肯定不是这个赛季 因为他都没在大名单 而孟磊要是也打退役之战 热度只会比刺痛更加高 孟磊最什么时候上场打一场 说实话我得练一下英雄 如果我真要上场的 我看他现在玩的都是原始了 到时候孟磊上去才要打完 那之后才把我第一个哭 不累啊 不累 不是我现在玩的英雄都原始了 怎么玩呀 他怎么谁懂啊 他是玩肉啊 他去玩什么下侯敦凯 没有 他怎么只能玩下侯敦凯 那你还想玩什么 你还就是魔镜啊 第一把上去 你还跟你说去说网络骂好不好 不是第一把上去 我玩把腰还行吧 没有 我说不实话 我玩把腰还行的 第一把上去 第一把上去小蜜打野 专门问号 第二把上去专门打野 专门问号 打压的 但不只会发问号 我发现 这怎么玩呀 到时候打完三把 他马上来拜托 他马上问他 孟磊 然后下面抬头 下去 下去 他腰 太抽象了 孟磊戴个帽子 我是刻意用住的 总的来说 一安从一开始被李久质疑 被很多粉丝质疑是短板 到现在忠诚大腿 这过程只有自己能懂 不过 AG其实也为他安排了轩染替补 意味着还是做了两手准备 只是一安的表现 没给轩染机会而已 至于孟磊是否会退役 如果AG的成绩 一直无法得到提升 估计他回赛场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最后大家觉得 一安是S级边路了吗 孟磊会跟刺痛一样 打退役之战吗